那么有 我们肯定有 就是有自行 有福心 有法心 凭法心 正无上不提 我们既然有 我们当然可以真的 只要我们用真诚信 我们尽量 避免不要用阿赖耶 阿赖耶是什么 妄想分别执着 就叫阿赖耶 妄想 是阿赖耶 分别 是意识 第六意识 执着是第七摩那识 六道轮回的众生 统统受他 主宰 那我们的 自然中自然相 虽是有自然的 但是他不做主 阿赖耶做主 如果 自然只有根本 做得了主 那是什么 法身 菩萨 都趁你为 明心 见心 见心 臣服 你不是凡夫 你在六道里头 是硬化 是来度众生的 不是来受国报的 凡夫 在这个六道里 受国报来的 他来干什么 他造的有业因 他受报 发生菩萨 他没有造业 他的业头都转了 转烦恼为菩提 那个烦恼就是业 通通转转过来 他没有业了 菩提是智慧 全变成智慧 他来干什么 来度众生的 来为众生做样子的 贤手 欢迎贯上所说的 是的 第一个 随缘妙用 随缘是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功德是妙用 恒顺众生 那妙用是 妙用是 跟一切众生 活光同臣 这是岁月 妙用 不起心 不分别 不知主 妙啊 完全其辱 自然的境界 谁能看得清楚 大臣菩萨 看得清清楚楚 凡夫不知道 凡夫以为跟他一样 跟他差不多 那不知道 完全不想读 我每天都看得清清楚 我看得清清楚 好 我看得清清楚 感谢观看